医疗科技高速发展 我们触紧机会不断创新 当中以人为本至关重要 医院管理局每位同事 无时无刻保障市民健康 为成就优质供应医疗服务而努力 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我们会继续把握机遇并肩前行 推进医疗服务新发展 恭喜 我们今年的颁奖例 有13位优秀青年 9位结出员工 和7队结出团队获奖 他们对病人服务 和医院管理局 在不同范畴的发展 作出很大的贡献 除了发挥对工作的热成和专业之外 他们积极用心考虑和固存 不同持分者的需要 很值得我们表扬 我认识了江医生超过十年 他一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有学识 做有一个交代 很可靠的同事 因为我经常都相信 他们这一班做了大概十至十五年的人员 是我们医管的骨抗 亦是将来未来的东洋 所以我们更加应该给多些支持 鼓励 认同给他们 所以我就提名他们参加这个奖项 多谢药医生的提名 其实可以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同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荣幸 多谢新界西的血科团队 因为其实他们让我明白 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博外医院是一个可以让我实践理想的地方 我们成立博外的血科服务 其实我们是得到很多上司和同事的大力支持 当中他们也给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让我们可以服务更多的病人 望到欧阳医生都会见到很多 最佳员工的例子在身上见到 经常都会提携后背 分享那些技术、经验 甚至乎一些临床管理等等 屯门医院产科去年开始就有一个新的进步 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产房 开心就是独立的产床 因为如果先生在这里 就会多些时间可以回到产床 亦都附设加上有个厕所可以洗澡 都要分享其实越来越开心 就见到一些认识不严 我估计同事肯做产床基本上都是有心的 最重要就是勤力 有心负责任 不要怕辛苦 跟我一起做的人都很帮忙 全部都是他们造就我这几十年 可以顺利度过 亦都能获得到 起码同事会开心 病人亦有得着 病人的保护 很多时候都不只是个别医生 或者个别医院 其实到最后就是整个医院 才能帮到他们 要推荐这个团队 其中一个原因是感激他们在这八年里的贡献 其实急性中风如果真是处理得好 那个结果真是可以很不同 这件事是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整个团队里面 很多同事都有那份热成在里面 亦都是很专业 希望用到他们的知识 他们学到的技术 去帮到那帮病人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有管理策的支援 最想感谢就是其实过去这十年 那几任的CCE 给到我们很大的向上 我记得他们曾经说过 中风其实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可能有时是一些 譬如你说院外中风那样 可能大家的敏感度不够高 或者有那么多的困难要面对 其实跟他们说完 他们是尽量去帮我们解决问题 那个信任度很高 很大的支持 可能 团队之间的沟通 我们不需要太复杂 形成一些很基本的原则就可以了 譬如就是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尊重 多一点包容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尽早的通报 令到我们中风的护士团队 和急症护士团队 无逢沟通 希望可以尽早挪药 真的可以尽快帮到病人 每个同事 其实我们都有很重的共鸣感 因为大家遇到的情况 可能都是差不多 从而在大家之间 聊天沟通之间 其实都会分享了很多 我们遇到的不同的困难 又或者是情况 不同的困难 就是应付不同中风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沟通 然后找回一个相应的办法 去应付 如果之后下一次 再遇到类似的困难的时候 那同事们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要保持 为何要做这一行的初心 因为我们其实 见到我们的病人 由可能半身不遂 动不了 直到得到我们的照顾 治疗之后 其实可以出远 走出门口 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们很相信 我们的能力 帮助我们的病人 得到最好的治疗 救救中风 加快到门 耶